本视频将为您介绍 DJI Pocket 2 及全能套装首次使用所需的设置与操作。 首先请打开 DJI Pocket 2 外箱,取出配件盒。 取出 Pocket 2 保护壳,将 Pocket 2 从保护壳中取出。 取出 Pocket 2 上的黄色运输泡棉。 取出并打开配件盒,依次取出配件盒中的配件。 包含一个用于安装至 Pocket 2 扩展接口的迷你摇杆,可拨动摇杆控制云台转动。 一个用于连接 Type-C 接口的手机的手机连接头。 一个用于连接苹果手机的手机连接头。 一个 DJI Pocket 2 三脚架转接键。 安装于 DJI Pocket 2 底部,可连接四分之一的三脚架。 一根 USB-C 充电线,一个手绳,可用于 Pocket 2 侧边的挂绳孔。 以防您在拍摄过程中 Pocket 2 跌落。 除以上配件外, DJI Pocket 2 全能套装还标配以下配件。 一个集成了无线图传、无线音频、扬声器功能的 DJI Pocket 2 全能手柄。 一个内置全指向麦克的 DJI 无线麦克风发射端。 一个配备无线麦克风发射端使用的 DJI 无线麦克风防风毛套。 一个 DJI Pocket 2 微型三脚架。 可配合标配的三脚架转接键或全能手柄使用。 连接后,展开三脚架。 可支撑 DJI Pocket 2 静置放置于水平桌面。 如需拆下 Pocket 2 微型三脚架。 您可逆时针旋转微型三脚架。 若拆卸过程中,发现微型三脚架打滑。 可使用硬币拧紧微型三脚架底部螺丝后进行拆卸。 一个增广进。 可让您获得更广阔的拍摄视野。 一个双头充电线。 可用于同时给予 DJI Pocket 2 和 DJI 无线麦克风发射端充电。 DJI Pocket 2 保护壳可收纳 Pocket 2 的绝大多数配件。 提供全方位的收纳保护。 包含 DJI Pocket 2 增广进。 两个手机连接头。 DJI Pocket 2 与全能手柄。 DJI 无线麦克风发射端。 保护壳侧边的四分之一螺纹孔。 可用于收纳 DJI Pocket 2 微型三脚架。 在激活 DJI Pocket 2 前。 请下载并安装好 DJI MIMO App。 长按右侧电源按键。 开启 DJI Pocket 2。 移除保护盖。 根据手机类型。 选择相应的手机连接头。 使用连接头连接手机与 Pocket 2。 手机将自动进入 DJI MIMO App 界面。 注册或登录 DJI 账号。 登录后,点击激活。 在保持手机网络通畅的情况下, 等待设备与服务器完成通信。 激活成功后, App 将自动提示激活成功。 激活的同时, 还可加构或激活 DJI Care 随心换意外保障计划。 解锁低价置换、 急速换新等多项专属权益。 DJI Pocket 2 含有一个电源按键, 一个拍摄键, 一个功能按键。 长按右侧的电源按键一秒, 即可开启 Pocket 2。 单击手柄上的功能按键。 可快速在拍照和录像两种模式下切换。 在拍照模式下, 您可以点击左下角拍照图标来设置照片比例及拍照倒计时时长。 单击拍摄按键可触发相机拍照。 在录像模式下, 您可以点击左下角录像图标来设置视频分辨率及帧率。 设置完成后, 单击拍摄按键可触发录像。 在视频录制过程中, 长按拍摄键可暂停录制。 再次单击拍摄按键可重新开始录制。 双击功能按键, 云台回中, 三击可切换云台朝向。 长按, 进入锁定模式, 此时镜头朝向锁定。 通过DJI Pocket 2屏幕, 可以查看设备电量, 相机拍摄模式和容量信息。 屏幕右侧的滑块可以控制云台俯仰或变焦。 从取景界面左滑屏幕, 可以进入拍摄模式设置界面。 上下滑动, 可以切换不同的拍摄模式。 在当前页面, 继续左滑屏幕, 可以调节不同模式下的拍摄参数。 此时, 单击功能按键可返回上一界面。 单击拍摄按键可返回取景界面。 从取景界面右滑屏幕, 可进入回放页面。 您可以在这里上下滑动屏幕, 来查看所拍摄过的照片和视频。 右滑还能将对应素材标记为 喜欢或删除该文件。 若您需要批量处理, 您可以点击批量选择图标后, 右滑进行批量处理。 从取景界面下滑屏幕, 可进入快捷菜单页面。 您可以在这里切换主屏幕右侧空间的作用为 控制相机、辅养或变焦。 若设置为滑块控辅养。 此时,在取景界面, 可上下拖动滑块控制抚养轴的转动。 若设置为滑块控辅焦。 此时,可上下拖动滑块控制云台的辅焦功能。 点击设置图标, 可进入Pocket 2设置页面。 在此页面, 您可对DJI Pocket 2及配件进行参数设置。 点击美颜图标, 可开启或关闭美颜。 若相机为拍照模式, 您可进入或退出超高像素模式。 若为录像模式, 您可选择视频质量优先或续航优先。 点击Pro, 可进入或退出专业模式。 从取景界面上滑屏幕, 可进入云台控制界面, 包括云台回中。 进入云台翻转。 调整云台跟随灵敏度。 包含云台灵敏与云台柔和。 云台柔和可为您提高更强的稳定性。 还可设置、 扶养锁定、FPV、 默认增稳这三种云台跟随模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